《高森行仪》 中封明本禅师身处于元朝 也就是蒙古人统治时期 不过虽然是被异族所统治 大家的思想文化背景都不同 但明本禅师却相当受到 元朝的官员贵族所尊重 甚至被元朝的皇帝封为国师 而且不只是元朝的皇室贵族 对于文人 世代夫以及一般的老百姓 明本禅师备受尊重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 饰演明本禅师的吴安琪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他如何诠释明本禅师这个角色的 来 欢迎吴安琪老师您好 主持人 好 老师您这次是第二次参与 《高森传》的一个演出 第一次您是饰演了创立《丛林百丈青龟》的 《淮海禅师》 那这次饰演的是明本禅师 《江南古佛》 来跟我们聊聊您是怎么样诠释 这两个角色的不同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淮海禅师它是生于汤草 那它力行着农产病举的思想 建立了丛林道场 然后设立了青龟 那提倡最重要的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那即使他到九十岁的高龄的时候 他还是非常遵守了这一项规定 那么我就把觉得 这个蛮凸行禅师的那一份 亲力亲为 气节严谨的个性特点 那这是对于百丈禅师的一个初步的 觉得是一个他人格特质的一点 那在明本禅师的话是生于元朝 那它力行的就是禅境合一的思想 那我们都知道 他也实践了他的所谓 于心出家 自在朝衣垢面 习投投行 那他也自称为患子 那患子就是他所到之处 其实都会吸引很多的信众 来听他说法 那边就会形成一个道场 那他形成一个道场以后 随后他又开始行脚到各处 就开始随地而居 所以又成为患住安 那这个时候又蛮凸显的 禅师的那一份 不求名利 那一份风骨清脱的 那样子的个性特质 所以是两位大师带给我 是不一样的这样子一个 人格魅力所在 那老师在饰演这两个角色的时候 因为一个是要饰演很高寿 比较年长的 对 那一个就是比较 没有那么多的一个 不同的转折的这个部分 在您在这个演员的部分 这个饰演权势这个角色 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困难 或是甚至觉得哪个部分 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很困难 是因为淮海禅师 他是到九十几岁的年纪 才圆级 那九十几岁对我来讲话 都跟我的实际年龄 真的差太多了 我就在想说很多人就说 你要怎么去诠释一位 这么年长的一位大师 那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觉得说 当然从妆容上面 我们可能可以利用我们一些 化妆技术 对 而声情方面我们就有老年的姿态 可是声音方面 声音的诠释 声音的表情是 是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很多人就会认为说 那你就压低嗓子讲话 你就有力无气地讲话 所以这是大概都 一般都会应该懂的 但是我在诠释角色的时候 其实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排演 我会先去设定 设定 但是当在录影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心 就交给当下的那一份心境 那一份氛围里面 我就跟着心走 我就觉得 我这样子的诠释 我是从心里面的表现出来 那明本禅师的话 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的 呈现会比较多一点 他在15岁的时候 15岁 他有点不一样的是 15岁的年纪 在我们现在看来 小朋友的那个年纪 一定是很稀稀 很幼稚 可能就是那个年纪 该有的一个心境 那我会觉得说 我在搜寻的时候 发现他15岁的时候 就是他跟一般小孩子 玩的游戏是不一样的 他都会去跟大家玩的时候 他会跟一些小朋友讲说 你们过来 就把它弄成像一个道场这样子 然后他泥土 他自己就会把它弄成一个佛像 他会把它雕塑成佛像这样 在玩这些东西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 就是跟他出嫁的这样子的姻缘 其实是他本人与生俱来 就是有这样子一个使命 所以他从小就会 我就会在这诠释的时候 我就会感到说 那我要不能太 不能太细细 也不能太可爱 可是在这当中 又不能失去他那个年纪 该有的那个纯真 经过老师今天的分享 老师不认也年长的 或是年轻的 都是非常的得心应手 感恩 感恩安琪老师为我们的分享 感恩你 感恩你 感恩 明本禅师能师善曲 特别是在作诗方面 他的文学造诣是相当的高 而撰写我们高森传的剧本 也因为是歌子系剧本的关系 编剧他常常要写出 很多具押韵的文学唱词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 我们这次名本阐释的编剧 陈宝慧老师 宝慧老师您好 谢谢您 老师请坐 谢谢 老师请您来和我们聊聊 因为知道您长期投入了 歌仔系剧本的创作 您的创作也很多的 受到了金钟奖的肯定 您是第一次加入高森传的一个 撰写高森大的故事的 一个这个部分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您的心境还有您的感受 谢谢您 我是第一次参加 那个大海台的节目编剧 然后我来接这个案子的时候 抱的是 见慎恐惧的心 因为它跟那个一些 那个电视台 你之前参与过的一些剧本 不太一样 然后我来接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觉得制作单位 也是非常的严谨 而且也正向 它跟那个 普通的那个电视台的作业 是不太一样的 它的要求是要接近完美 而且很干净很庄严的 最好是故事是越接近事实越好 它不愿意有太多的那种 太多的那个虚伪或是虚剧化的 虚剧张力的东西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有点很不习惯 但是后来 我觉得那肖副总监 他讲的话非常的对 是什么样的话让您感受到 这么深刻的一个感受 因为它说在历史的洪流里面 然后一位大师 要被后人这样提出来 提到台面上来讲 就是立他的传记 那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整个中国的历史洪流里面 有太多的圣贤大师 对不对 他说这个机会是非常的难得 对这位大师来讲 我们应该是抱持着一种 很敬畏的心理 然后很慎重的心理 所以我就是拼命的 就是找了很多的资料吗 找了很多的资料 然后那些资料 那些资料 那些书 甚至买了很多书 然后上网去查什么 用了很多的方法 然后也很顺利 好像是冥冥之中 那个名本禅师 有在护佑的那种感觉 所以很多 很多那个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那种资料 它自然的 都被您找到了吗 对 都被我找到了 所以我还是很感恩 我自己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我得到的可能是 非常的多 或获益良神那种感觉 那我还了解就是说 在写这个中锋名本禅师 因为它的背景是在元朝 对 知道老师好像还因为 这个背景在元朝 还特别去学了元曲是吗 对 元曲是本来 序剧 序剧 写序剧的人都必须要去接触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 以前没有感觉到是这么的深刻 没有觉得是这么的深刻 因为在那个时代 我收集了元朝那个时代 很多的资料 然后发觉那个时代的读书人 非常的苦闷 以前的读书人是 他是可以当公务员 就是当做官什么的之类的 但是那个时代因为没有科举 读书人等于是好几代 好几代的读书人 请全国之力 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 全部投入在戏曲里面 所以变成了一种时代的文学 它就是唐诗诵词元曲 就变成形成一个封赏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去思考 很值得去研究 非常感恩陈宝慧老师 为我们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中风名本禅师 他一身淡薄 不当名山助持 他节安行脚 所到之处都受百姓的敬仰 尊称他为江南古佛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高僧传 中风名本禅师 我都实在是太偉大了 帝主命本 可送法法庆 尊称感动高华 寄付加赐 令帝主 高童 正前干 正 至于 就是 有名 对 缠续 小求 我 我 �� 是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